随着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预准解散国会 英国正式开始为期五个星期的竞选期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如果英国继续延迟脱欧 这也会给国家和经济带来不利 因此他说一旦执政保守党胜出 赢得多数议席 英国将在明年一月底脱欧 获得英女王预准解散国会后 约翰逊随即在唐宁街的首相府外头发表讲话 并且正式为保守党拉票 争取选民的支持 约翰逊承误 一旦保守党在来临的大选中 获得多数议席 保守党将会带领英国 在明年一月底顺利脱欧 然后再选择 如今探入为期五个星期的竞选期 英国各党派都开始拉票 并且抛出脱欧主张 其中主要的反对党工党 表示希望新政府在组建的三个月内 能够和欧盟谈妥软托欧协议 确保英国在政治上和欧盟脱欧 但是在经济方面 则保留在欧盟关税同盟 假设工党领导人科尔滨当选首相 那则是会在他上任的半年之内举行二次公投 并可能提供选项 包括是否支持软托欧协议 以及是否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 不管怎样 根据最新的民调 虽然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 支持率比之前稍微下跌的两个百分点 但依然稳居第一 达到36% 紧随在后的则是工党和自由党 是特定相当的